哈尼瑞,恭喜你,您是新冠军 有一个长期的中国女性冠军 在海宾开场,包括海宾济 您的名字如何? 非常恭喜你拿到了海陆杯的公开赛冠军 之前,海宾济也在这个比赛当中拿到过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因为你的名字,现在作为冠军加到了这个海陆公开赛 在历史上 首先很开心吧,拿到冠军 然后,何宾济还包括雪瑞姐也拿过这个冠军 所以,她有跟我说,真雪函拿样冠军 我非常愉快,何宾济和李雪瑞也得到海陆开场 然后,他们告诉我,我们应该尝试我最好的冠军 你做了一个很轻的开始 你怎么看你的表演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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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个比赛,你进入状态可能是相对比较慢热 然后,想了解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 让自己控制这场比赛,拿回自己的主动呢? 因为第一局的速度很快嘛,对手 然后,自己一下子就是没有跟得上 然后,后面就自己还是想一分一分打,然后不要着急 然后,这是第二个冠军 然后,这是第二个冠军 你怎么看待这个冠军是自己的一个里程碑吗? 我觉得算是自己前进的一个脚步吧 所以,我只要一步进入 最后一个问题 你的第二个季度比第二个比赛还好 比第二个比赛还好 你怎么改变了? 就是这个下半赛季比之前是有所进步吗? 在调整 然后,是自己做出了一些怎么样的调整变化 首先还是心态方面吧 我觉得心态上可能会更加放得开 然后,通过训练一些技术也有一些提高 首先,我会改变我的心态 我会让自己更肯定和反应 通过训练,我会改变我的技术 所以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